阿公阿嬤 中阿寮所好養 包上做好的外活 連後中央餅放進去莫菇裡面 在蝴雜 一顆一顆廣室的月餅就完成了 這是牛爺烏龍火跟牛爺的火中 有著要讓花山金火所照顧的老人 在過中出一段時間不孤單 特別和喬東阿爹老宿的傳人之下 挑戰這組200個廣室月餅 就以無處當這組的溫暖 傳達後每個獨家中壁 人叫人這段最重要就是 最重要的關心叫付出 我也希望在我們牛爺烏龍火中 讀出的學生可以關懷自己 以外還可以關懷我們社區的 其他人可以透過很多體驗活動 不管是我們肉爪這個包肉爪 或是做輪拼 以及我們今天在中秋做月餅 都是希望我們的孩子可以透過的 實際上的活動來幫忙關心別人 可以讓我們的社會更好 撞車是基本的 不過他們現在只要撞車以外 還可以依自己實際上的能力 來關心來付出 可以做一些主生的活動 這是對他們未來更好 活動現場阿公阿嬤帶到東阿來製作月餅 大家是做得很高興 看到老大人高興的笑容 這也讓參與外董的 牛爺烏龍火中學生感覺很溫馨 就連蘇建輝的新聞 都回想起以前 背負阿公阿嬤的時候美好的回憶 很開心可以學到在家裡 學不到的東西 很溫馨的樣子 就是在一個家庭裡面一樣 跟來參加這個活動主要是能做公益 然後又可以陪伴社區的老人 因為我本身 阿公阿嬤外公外婆都已經過世 所以我就是在跟他們相處 跟他們做這個烘焙的時候 我就是讓我想起以前 跟外公外婆的相處模式 非常的窩心 這些長年度期的長輩 自100年開始接觸到 華山基金會的核武之后 一直感到這裡的志工很大興 特別是連接關懷的背伴 讓他們在接近的時候 白國才的感覺到五段才拍過 華山基金會現在也在目的 中部的中處關懷裡 每分300塊 歡迎大家擁有來臨座 並且來和交朋友共同來參與 我們在新聞社會心 劉燃蔡博道